哈马哥 借其形象和特征作为隐喻 客家哈马哥 在民间有很多不同版本的歌词 主要是排列顺序的不同 哈马生长环境的不同 以及对于哈马形象的不同描述 谋谋谋谋 由林淳卫老师编曲的通声二部合唱哈马哥 从乐曲的结构 声部的配置 歌曲段落的选择 应该是较适宜给儿童和唱团 青少年和唱团 或传统三歌班来演唱的 同声二部合唱曲 哈马哥 从全曲的结构上看 是可以分成四个乐剧 一块是七小节二次拍 前后拍互为呼应的 跳跃式音形前奏 给了歌唱者非常显性的速度 取掉表情上的暗示和提示 撒络呢 请大家用心思考 哈马在水中抓不住 流动布局的轻快感 第一乐剧 从第八小节到第十七小节 经过一小节的过门缓冲之后 进入第二乐剧 从第十九小节到第二十七小节 第一乐剧和第二乐剧 组成一个完整的哈马哥乐段 自由呢 在经过四小节爬音 分散和弦式的尖奏 融化了跳跃的动态的第一乐段 给了指挥和歌唱者 非常显性的哈马形象提示 少了请大家用心思考 哈马亦于其他动物的神奇感 两段不同前奏与尖奏乐丝 诱发对哈马生态 和身相的情境思考 可以给这首简约而不俗的 同声合唱 找到更好的诠释空间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奏乐丝